王妃近年少有公開露面 不過有幸運的網民近日發佈與天后的合照說 在巴黎逛街偶遇王妃 本人太有氣質了 感覺好像在發夢一樣 照片中可見 年近54歲的王妃皮膚狀態亦極為年輕 保養得相當好 值得留意的是 她拿著的黃色手袋很快就成為網民關注的焦點 因為這個袋實際上是收納袋 售價只29.8 風衣和太陽眼鏡價錢亦非常平民 分別是998元和618元 但配搭起來簡單而又不失時貌氣息 61歲的吳毅章 在90年代 會約起香港的電影圈 私底下對太太唐麗球 非常溫柔體貼 日前她在社交平台大大恩愛 見到港者出身的唐麗球 就算是掃眼觸鏡 仍然非常之有氣質 她依靠著老公 更加為她吃雪糕 畫面幸福又甜蜜 真是羨慕死人 她們結婚接近20年 就算近年吳毅章 因為工作關係 長住內地 經常和太太分隔兩地 但仍然無損 她們的夫妻感情 正前法國總統馬克龍 搭專機遞搭北京 有網友發現 你兩夫婦 也都出現在隨行的代表團裏 隨即引起熱意 你一身全黑裝扮 外加一件卡奇式的風褲 而74歲的老公 就走在前面 兩手拿著行李箱 兩個人打扮簡單 去到晚上 馬克龍二身北京紅磚美術館 參加第十四屆 中泛文化之春 藝術節的開幕儀式 和藝術節的宣傳大使 黃拔和台亮相 而錦里兩夫婦 也坐在台下餐場 不少網民都質疑錦里的國籍 和愛國等等的問題 而在網內引起爭執 現年52歲的鍾麗堤堤 一向都保養得意 無論是樣貌還是身材 都保養得很好 是圈中的動靈女神之一 日前就有不止一個網民 在尖沙咀商場中的珠寶首飾專� 偶遇中例題 還拍下放上社交網上分享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 化了全裝的中例題 在原相機之下 依然名艷照人 穿上套裝 戴上珠寶 顯得高貴優雅 氣質出眾 舉手投足都散發出聲味 不少網民都留言大讚中例題 說沒想過會是這樣 叫她不用再開尾眼了 58歲的吳啟華 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 早前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 更透露有意在深圳置業 因為近香港 方便中港兩邊走 近日內地而有房地產經紀 在網上爆了她 在深圳看豪宅的消息 她看的是入選中國十大豪宅 明列前三的深圳灣一號 引來了不少討論 事實上 早年曾經有報道指 吳啟華已經在中山置業 2018年更加一口氣 狂掃了大灣區六個單位 160萬一間 實行做大灣區柳王 我們有六百多人 但只有六個單位 所以我們做了很久 終於選了這六個單位 你選選學員有甚麼準則? 選選學員有甚麼準則? 其實我都是看他們 因為我這個是訓練 又不是說 由零開始訓練 其實他們都有些經驗 所以我就看他們平時 例如有些已經學了戲五年 有些沒有學過戲 但有些學過戲 反而有些沒有學過戲的緊張 所以會看到很多東西 你說怎樣選擇? 在裡面選擇 其實是最自然舒服的幾個 我們很希望有三男三女 有三批人 我們就跟他們三批人去做 即是給他們一些戲去做 但如果十幾個 我又覺得 我不是搞一個很大的班 其實這個是比較像工作室 有八集 最後一集才會是 最後一集才會選誰 然後就簽約 但我們都會看學員幫他們 去想一下他應該做些什麼先頭 即是不一定是拍短劇 可能他一來就已經有電影找他做 即是都不知道的 或者我們又會幫他去 即是我們遲了簽了 我們當然都會幫他找工作 包括電影、廣告、電影、廣告 或者在我頻道上拍一下 我們的影片都可以 其實我沒有淘汰 因為我想每個人來參與的學員 都是真心來參加學習 就算到最後真的選不到他 但我都希望他們可以帶到東西走 不是走過來玩完 然後被人淘汰 算了 這次這麼踴躍會不會有第二期 有否有第二期 有否有第二期 看看出來的反應如何 導師 導師的陣容很強大 是否撞到人成卡 這次是 我們找的導師都很好 我覺得 因為一找他們都答應了 所以 這麼巧有些導師 答應了他們之後 還要宣佈他們 入了金像獎 男主角 雷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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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 希望學員可以好好的學到東西 整件事的預算 我們的預算是多少 我都不知道 是 都大 都大 我們的預算都 都有七位 無線小花鄧佩儀 曾經備受力捧 可惜在前年播放的劇集到首次擔正做女一之後 就和公司請假回加拿大 並且重回校園 雖然她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幕前 但她仍然不時會在社交平台分享她的近況 可以見到她各方面的狀態都好過以前 在回歸校園之後 雖然不少網民都非常期待她會再亮相幕前 但她從來都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曾經在去年年尾 為溫哥華華瑞小姐競選2022 擔任評判 看來她十分享受校園的生活 陳冠希曾經以壞男孩的形象吸引無數粉絲 在2008年宣布退出香港娛樂圈之後 就移居美國多時 2017年就和超無巡書陪結婚 並且生了個女兒 從此由情長浪子 變成居家好男人 兼催女狂魔 不過她近日就因為婦女合照 再惹起爭議 和女女低調回香港的陳冠希 在社交平台上曬出婦女合照 不過網友對陳冠希和6歲女女嘴對嘴咬咬咬 表示感到不太妥當 覺得女女都大過了 嘴對嘴不太好吧